表面上看呢 这本书是写给 这个老师们 尤其今天我们这边有很多都是主日学的老师 但是我要提醒今天 我们在线上的 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提醒大家什么事呢 就是说 这个老师呢 是在很多的角色上 包括做父母的 做老师的 做mentor的 这都是老师 而且这样的角色 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一生中间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扮演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再提醒一下 今天呢我在这个地方 包括我分享 包括刚刚六位讲人分享 不是在这边告诉老师 告诉学生他怎么教导 而是跟这本书的作者 讲话的对象呢 是跟今天每一个人在网上的人 讲给你们听 我们怎么样能够play好 一个我们做 这个导师的角色 那么我们今天讲到 第七个定律 下面一张 第七个定律 是复兴的定律 什么叫做复兴呢 复兴这个字 在希腊文的原文呢 它是一个复合字 什么叫复合字呢 Anna 这个字呢 就表示在 又的意思 Zao这个字呢 就是活 所以按字面来解释呢 复兴就是再活一次 所以我们想到的 这个application呢 就是新约里面的 不论是拉撒路 耶稣基督 或者将来我们有一天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的复活 而且是肉体的复活 那么灵命的复兴又是什么呢 灵命的复兴 也就是说把一个 曾经已经信主的 有属灵生命的 但是却因为这样子不胜 而重新犯罪 而备异神的这样的人呢 把他要带回来 带回来以后 我们的目标是 重新的把这个基督徒 应该有的属神的 完全的生命呢 把他重新再一次给他 这就是复兴 灵命的复兴的意思 那么复兴的定律呢 我今天要分三部分 包括复兴的模式 原理跟方法 来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 复兴的模式下一章 那复兴的模式呢 其实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 他是以撒摩尔记下的 十二章第一到第十五节 也就是先知拿丹 他来指责大魏的这一段经文呢 作为这一个主轴 那么第一个分成五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讲到什么呢 讲到的是一个奉命 什么叫奉命呢 这一段的经文开始的时候呢 耶和华猜浅拿丹 去见大魏 神大可自己跟大魏讲话的 但是神却选择 他要猜浅一个人 叫做拿丹 包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神选择你当老师 是神猜浅你 透过我们这样不完全的人 来成就他一个完全的工作 所以从一个天国的角度来讲 我们每一个人的别名 当你有一天你当老师的时候 你就是拿丹 你所要带领 复兴的这个人的对象 他就叫大魏 OK 所以呢第二个 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 第二个步骤就是说 我们要面对 面对我们的学生 面对我们的学生是什么意思呢 你要引导学生 引导学生他亲自能够看见 他到底他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引导学生看清楚他自己 以及他自己的行为上的缺失 那么先知拿丹呢 在这个地方呢 他用三个不同的方式来引导大魏 第一个 他说了一个比喻 哇 这个先知拿丹说这个比喻 非常有智慧 没有时间讲了 但是比喻讲完了以后呢 大魏呢 在不知不觉 人都是带了情感 而且很强烈的情感 看到一个不公不义的事情 他就站起来批判说 这个人该死 结果呢 讲完了以后 拿丹说 这个人就是你 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智慧 这种智慧呢 就叫做我们做老师的人呢 我们要学习出来 怎么样做拿丹 做拿丹就是有教师的 来自神的智慧 叫做拿丹 第二个 指出他这个罪以后呢 跟下来 要提醒神的恩典 神的性格 在我这一生中间 在大魏过去一生中 他说指出 大魏说 你所背叛的这位神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 他如何带你 这也是我们要提醒 我们经常在罪中 要提醒我们这位神 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那么 然后再指出 大魏你犯了些什么罪 大魏的罪呢 当然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想到的 拔士巴 想到他那一个 无辜的老公 乌利亚 这都是大魏犯的罪 对不对 好 下一张 就这一张 对 那么第三个步骤 就讲到诫命 什么叫诫命呢 就是圣经 所以呢 我们 作为一个老师 当你要去质问 质问你的学生犯罪的 根基必须是圣经 因为 为什么这样讲 当一个基督徒 他故意的 像大魏一样 故意的 明知故犯的 背逆神的时候呢 事实上 发生了一件事情 他的意志呢 高过神的意志 他的意志高过神的意志 拿单呢 他知道 这个大魏呢 他确实是藐视了神的 诫命 为什么他的确 他确知呢 因为呢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 今天包括你我在内 没有一个人是 一既然又 一方面是又敬畏神 一方面又得罪神 没这回事 这就像这个 马太福音里面 讲得很清楚 我们一个人不能 一方面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拿一样 圣经里面 很多地方这样子的 提醒跟教导 第四个步骤 第四个步骤是什么呢 如果一个人 他知道自己的罪 也愿意认罪 但是他仍然 对他的吸引力太大 他没有能力 或者不愿意回归神的时候 怎么办呢 这个第四个步骤 就是把结果 向他秀出来 这个很厉害 因为拿单 在这个地方呢 就带领他 神 怎么讲的 带领他经过一个时间的将来 在他身上要发生的 今天你固然是很快乐 让他看见将来犯罪的结果 这一部分当一个老师呢 我们用圣经来教导的话 我们要有很有智慧的 灵活运用这样一个步骤的话呢 你能够从神的话语 能够真正带领一个人 能够真心悔改 要让他看到的是什么呢 看到他如果不改变心意的话 他将来 罪带给他的痛苦呢 要远远胜过 他今天罪给他带来的快乐 这个很重要 今天罪在中间是过得很舒服 很谢意 很快乐 罪里面很多事实上 让人觉得肉体是非常快乐 所以圣经称这样的一个过程 叫做什么 叫做悔改 这就叫做悔改 那么下一章 那么我们来到第五个步骤 就是认罪 第五个步骤 当这个拿丹在 听到大卫终于说 我得罪耶和华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老师 作为一个这个mentor 如果你知道 你要辅导的对象 他的心已经完全被感动 然后破碎的时候 你基本上已经快要达标 复兴在望 何等的喜乐 那么认罪是什么意思呢 认罪就是说一个人 他愿意跟对了另外一个人 承认自己的错 而且是全心全然的 那所以认罪呢 这件事情呢 对于一个人要迈进 朝着复兴的这个路上迈进了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 为什么呢 从一个悖逆的人 到一个复兴的人 这中间改变何等大 是从黑到白 是从正到负 这中间关键的这个纽扣 这枢纽就是什么了 就是认罪 没有认罪 你永远不会从悖逆走进复兴 好下一章 那复兴的模式 五个步都讲完以后呢 现在跟下来跟大家讲 复兴的原理 有七个原理 复兴的原理的七个原理 第一个原理呢 特别提到复兴呢 你要带领人的灵命呢 能够有个恢复 这个时候呢 你要知道 属灵的教师的责任呢 就是你带领人的复兴 这件事情呢 跟我们一般想象的不太一样 但这本书里面解释 就是说属灵的责任呢 在于我们做教师的身上 属灵责任不在于神 所以知道了这个责任的 以后的一个教师 你在教导的时候 你的心态 你的期望呢 不再是满足于 你教导的内容 多好 准备的多丰富 而是要去 怎么样能够触及到 你的学生的心灵 这是我们在教导的时候呢 我们每一个人 要定下的另外一个目标 第二个原理 这个复兴啊 只有跟重生的人有关系 没有重生的人 能不能复兴呢 从我们今天讲这个复兴呢 是只有重生的人 所以顺便提一下 什么叫做福音 什么叫做复兴 福音呢 它是要带领 没有得救的灵魂 归向基督 那今天我们讲的复兴 是什么呢 复兴是带领那些 已经得救 但是他悖逆的人呢 把他重新带回到 耶稣基督的面前 所以呢 除非你第一次的 这一个活就是重生 否则就不可能 再发生 你悖逆以后有复兴 那第三个原理呢 要跟大家提醒的 复兴 弟兄姐妹们 不是一个完成式 而是一个进行式 复兴呢 是一种 持续的体验 一直下去 到什么时候 到有一天 我们再见主的 面那一天 我们要不断地 走这个复兴的体验 复兴的道路 所以不是一年一次 而是持续的寻求 那么下一张 那么第四个呢 就讲到说是 复兴呢 是出现在 不同的群体上面 他的对象呢 很不只是个人 在各个不同的群体里面 但是复兴的能力 是什么呢 是圣灵的大能 但是圣灵的大能 要结合人 各种各种不同的 神要拣选的人 这边列出来的 所以圣灵的大能 但是要使用人 作为他的器皿 达成人复兴的 一个结果 所以呢 我们因为这样子 我们要随时 为复兴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为复兴来准备 为复兴的来道 来祈求 所以 同时这个第五点 讲到的是说 我们的对 当老师的要严格一点 你要求的 这个复兴呢 不是妈妈呼呼的事 你要求要真心悔改 不但悔改 要离弃那个罪 所以呢 因为怎么讲呢 人 如果不知道你有罪 你就不需要复兴 这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人要认罪 否则呢 免谈复兴 那么 所以呢 老师也要知道说是呢 你要勇于去质问 学生所犯的罪 而不能在后面 踩了一个消极的态度 所以我讲到这个复兴 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有两种 包括两个明确的行动 为什么我要这样提醒 两个明确的行动 当老师的人呢 你带领学生 跟他讲解 用圣经带领他 但是你要看到 不看到 不罢休 不看到 不放弃 OK 所以你要 这两个明确的行动 是什么呢 首先 你要看到 学生远离了罪行 而且这个只是 消极一个面而已 远离了 不再犯那个罪了 不再犯那个罪 第二个 还要怎么样呢 要回转归向基督 这个是一个积极面 所以老师必须要看见 而且要追踪 追踪到底 除非达到 这样子 你清清楚楚看到 这两个行动 都已经发生了 都已经在这个 学生的生命中间 看到了 否则 这个老师 他不能够放弃 OK 否则的话 就真的变得 又是放牛班了 OK 那第六个原理呢 是讲到 复兴最后发生的结果呢 是我们要看到的 这个结果呢 是一个火热的 寻求基督 而且带了一个服饰 所以呢 这个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内在生命的改变 事实上呢 是带出外在生命的改变 所以这有几个记号 第一个这个人呢 真心感谢神的行 同时呢 他会很热切地寻求 这个基督 同时他还有一点什么 要渴望服饰 会找格牧师说 我要参与服饰了 这个时候 教师呢 要能够鼓励他们 说这就是你生命 父亲的记号 第七点 复兴这件事情呢 是可以让你带领的这个人 他的生命的次序 重建 重建的复兴 是真正的复兴 是把他跟神 跟自己 跟他所属的世界 的一个次序 重新再连接 中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跟神的关系 所以呢 真言书第四章 第二十三节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都是由心发出 这是什么呢 讲到我们跟基督的关系 那么复兴的方法 这是今天讲的第三大部分 也是分成五大步骤 第一 讲到启示 那么带领信徒 回转归向神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怎么样带领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 让他直接面对圣经的教导 从圣经中间看到自己的光景 这个叫做启示 这启示不是由你我 本身我认为的对错 而是圣经里面怎么告诉你 所以特别要提醒的 在这个启示的过程中间呢 我们不要参加个人的情绪 避免我们太主观 或者情绪化的 来批评学生的 这个什么事情做的不对 做的不对 真正我们是把圣经呈现在他的面前 然后我们继续的把学生的注意力呢 放在圣经的经文上面 而不是个人的行为上 因为个人的行为 他有时候用很多事情 他没有办法认定 不承认的 那么第一个启示 如果让他知道 他做的事情不合圣经的话 跟下来呢 你才可以责备 不能先责备 次序不能搞反调 然后你开始来责备 责备 在今天的社会难不难 很难啊 因为今天这个社会 黑白不分明的 今天黑 今天呢 我们常常是讲gray area 那gray area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今天我爱做 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There's nothing you should tell me about it 这叫做gray area 但是神呢 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基督徒身上呢 有三种责备 已经在你身上了 第一个是你的良知 第二个是我们 每个人内住的圣灵 还有一个呢 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圣经 但是假定这三种 对一个人都行不通了 怎么办呢 神在这个地方呢 就拆拍他最后的 一张王牌 一个代表 最后的一个代表 责备代表是什么 就是老师 就是每一个人你我 所以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 讲到说是 我们呢 要责备警戒 劝勉人 而且要用百般的忍耐 不容易的 要百般的忍耐 第三个步骤是讲到悔改 第三个步骤讲到悔改 那么所以呢 悔改这件事情 他讲到的是 地下要信服 要被主 来收服 同时悔改也讲到说 你要 在这个地方 你要 在这个地方 要向神 来悔改 然后能够求神的赦罪 那么所以 这个里面讲到 悔罪这件事呢 事实上是非常重要 我们被神来破碎的话呢 这个叫做 神的心灵的柔软记 我很喜欢这句 用这个作者 用这个心灵的柔软记 所以就像诗篇的 五十一篇 大家都很熟悉的 那么我们说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所以这个神是很看重的 那除了这以外呢 悔改还必须包括 有个公开的认罪 所以公开认罪 有的人呢 就不愿意做 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 在一个真正的一个群体里面 尤其你如果是有 这个对别人造成伤害的话 你要关系跟神跟人的关系的恢复 这必须公开认罪 第四个步骤呢 是将来 将来就是你的再度的尾声 尾声就包括了 是你的顺服 包括你的奉献 那么最后呢 在第五个步骤里面 也就是我们今天等于这本书最后 这个复兴的最后的目标呢 就是把一个人 从这个最中间 过犯中间呢 把他挽回 那挽回中间 我跟大家提醒 既然挽回了 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要提醒他 要包括补偿 你伤害了什么人 就像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说 你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呢 你如果有人对你怀怨 你要赶快把那个事情弄好 对不对 所以挽回还包括要捷径 捷径呢 里面呢 是两方面 捷径是第一个 要minus minus是什么呢 minus是你的试探的板机 还要plus plus是什么 plus你尾声的耕耘机 这个里面我觉得很好 我这两个字 所以今天你如果在那边念一下 这个复兴 把这两个字念一下 我想你这堂课 这个复兴方法呢 你就没有白费 来念一次 试探的板机除去 尾声的耕耘机 我要加进来 OK 然后另外呢 一个人 如果被挽回的 我们不要忘了 要为他庆祝 为一个基督徒 他能够从罪恶的中间 转向神这件事情 是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 庆祝以后 也是一个见证 见证了以后 他的生命本身 就不会再 回归到过去的光景 所以今天我把这个复兴率呢 很快的 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希望我们一起在主里面 被复兴 谢谢干手术长老 给我们这么好的分享 那他在讲的时候 我就想到 我们小时候看那个 红叶少棒赛比赛的时候 最开心的时候 最兴奋的时候 就是败部复活赛的时候 然后每次败部复活的时候 我们都好兴奋 那我们的人生中也经常会有 败部复活的机会 感谢主 当我们遇见神 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改变 就是复兴 就是revive 就是再活一次 求主复兴我们 先复兴我们这些做教导的人 让我们经历复兴 也能够带下复兴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葛牧师跟葛红 妇女